大家好 我是小林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牙膏和食盐 搭配一起作用会这么厉害的 能够为你解决很多的烦恼问题 而且一年能帮你省下好几百块钱的大开支 赶快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 首先准备一个奶盒子 我们喝过了 再把奶盒从中间对半剪开 这奶盒里面会有很多的奶渣 我们要把奶盒清理干净 先把我们的这个奶盒子放到清水中多冲洗干净 再来搓一搓 粘洗过后的奶盒子是比较干净的 我们用起来更方便下一步操作 我们把这个奶盒的当做一个小的容器盒 先往盒子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食盐大家不陌生吧 是我们厨房的调味品 每天都需要用来做饭 无论是炒菜 炖汤 凉拌菜 都离不开盐的 在平时 我们可以喝一点盐水 也是不错 食盐不光是我们厨房中的调味品 当做调味料 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 也有很多的小的神奇妙用的 能够帮助我们 解决生活中的很多小烦恼 这是厨房用品 但它的作用是比较广泛的 一定不要小忽视了它 食盐就用普通的盐就可以 这样用这个细小的盐 这样容易更好的摩擦力 如果实在没有的话 也可以用家里面那种 粗盐老式的盐巴 那盐巴融化时间比较久一点 接着我们挤入一点牙膏 大约两公分即可 牙膏朋友们不陌生吧 牙膏每天都会用的 我们刷牙 能够给我们的牙齿清洁 并且还可以去除口臭 去除牙里面的异味 主要是能够给我们的牙齿 做一个深度的清洁 牙膏除了在我们生活中 每天刷牙之外 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呢 也是一个小帮手 用牙膏有很好的去污能力 而且能够清除一些脏东西细菌 牙膏搭配的食盐 一起作用更加的广泛的 而且作用很神奇 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中很多的小困难的牙膏 我们需要用普通的牙膏就可以 儿童牙膏 成人牙膏 或者是味道比较淡的 味道比较深的 家里有什么 就用什么证明 我们用一个小的木棍 来搅动搅动 把我们的食盐还有牙膏 混合到一起搅均匀 像清洁剂一样没错的 盐和小牙膏搭配起来 搅和到一起 作用和清洁力差不多 能够去除很多的脏东西的 那么做好的溶液水到底做什么呢 接下来跟着视频往下看 厨房是做饭的地方 那么呢 难免会有很多的油垢 尤其这些水壶 油壶 生抽壶 这个是我家的油壶 不要笑话朋友们 这个油壶真的是很脏 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清理了 我也没找到很好的方法来清理 今天这个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 做好的溶液直接我们来一点 放到油壶上面 接着我们先不要着急去擦拭 大约静置一分钟 可以很好的软化油垢 那么擦过之后会更凉 而且擦的时候比较方便 也不吃力 时间到了 我们开始擦一擦 看看怎么样很轻松的 就可以把上面的油垢擦干净 而且 也不费时不费力的怎么样 可以说 轻轻松松的就能擦掉了 而且擦过后的油壶 看看正量正量的 就连我们毛衣上的一些小动物 也看得清清楚楚 再多擦一会儿 因为食盐有摩擦能力 而且能够简单的杀菌消毒 那么 牙膏呢有很好的清洁作用 又搭配了一点温水 当作稀释一下 搭配到一起做清洁 清洁油垢 敷效果很好的 看看这地方正量正量的 就连这个把 也是被我擦得很亮 像这样擦过之后的油火 像新买回来的一样 增量发光的 这样 都可以拿来照镜子了 这个时候 鱼油垢比较多 你用清洁剂直接清洗的话 是清洗不干净的 那么用我这个方法 洗一干二净 特别的好 方法不错吧 既简单又实用 这是我家的灶台 是不是也比较脏呢 我这人特别的懒啊 不喜欢刷锅洗碗 就选择家里面享受 每天厨房里面都会炒菜烧汤 那么炒菜呢 都会有一些油垢的 特别是油烟机上面 灶台上面很脏很脏 就连这个瓷砖上面 也会有很多的油垢 一点都不想搞的 就会堆积一些油垢 时间长了 更不好清洗 如果用清洁剂洗的话 也是洗不干净的 接下来挑的溶液水派上了用场 直接倒一些 我们抹均匀 可以看得出来啊 我们调好的溶液水是比较浓稠的 抹好之后也是一样的 不要着急的去擦拭 我们静一会儿 大约两分钟时间 可以更好的软化油垢 软化污垢 那么 我们这个油烟灶擦起来会比较方便 时间到了 开始擦拭来看一下 刚开始擦的时候 就已经感觉到了吧 这个地方可以擦得很亮很亮 直接就很干净 旁边的是没有擦的 会有很多的油 而我擦过后的的灶台 正亮正亮的 再把这个瓷砖也擦一下 这里面会有很多的油的 我们来擦一擦 每个地方都要擦拭一下 擦干净 因为食盐牙膏混合到一起 具有很强的去除污垢的能力的 所以 可以把我们的灶台 无论是怎么多的油 怎么多的细菌 脏东西 都能够清除又干净 而且像新买回来的一样 已经擦拭好了 家人朋友们看看怎么样 是不是油亮油亮的 很干净吧 上面一点油垢都没有 手指都是很干净的 我这样清洗过后的灶台 油烟机瓷砖 就像新买回来的一样的 摸起来不粘 看起来更亮 这个玻璃是我家厨房的玻璃 油垢也很多的 看看 都看不到人了 因为厨房每天都会做饭吗 会有很多的油垢 如果我们平时用钢丝球擦的话呢 会把这个玻璃穿花 所以 一般我就不会擦它 今天呢 我们用我们自制的熔液 用抹布粘一点来擦这个玻璃 看看神不神奇 我刚擦的时候 这后面的花已经印出来了 是不是啊 来继续擦 继续擦 因为我调好的熔液 无论是擦玻璃擦油垢 擦任何的地方 都是特别特别的干净的 能够去除一些脏东西 食盐能够杀菌消毒 混合到牙膏一起用 研磨的作用 可以把很多的地方呢 都擦得干干净净的 朋友们这边玻璃是不是瞬间就亮了 很干净 很干净的哇 太干净了吧 这我家厕所里面的卫浴 这个是水龙头 水龙头用上一段时间 看看 上面就会有一些水字 我们用平常的抹布擦拭 擦不干净的 接着用我们调好的熔液倒上一点 不需要太多 接下来这段时期的时刻到了呀 我们用普通的抹布 直接一擦 来看一下怎么样瞬间这个水龙头是不是就正亮正亮了呀 这个方法不要太好用哟 看看怎么样是不是很亮很亮 瞬间水龙头就像新买回来的一样 干干净净的正亮正亮 牙膏搭配的试验一起 没想到作用这么神奇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为我们减轻很多的负担的 而且能省下很多的钱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支持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给大家更新 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你点个赞关注一下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